歡迎光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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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上介紹兩隊參賽的隊伍球 今天介紹我們的新兵隊 有我們的林道遠 還有可愛的童童 以及艾成 蕭德基 今天來介紹我們的連鎮隊 好 有我們的檢察官 原浩 姚順峰 美麗女行警 湘慈 以及最近變成孩子王的米可白 對 超級點通遊戲規則 藝人照圖卡提示 在時間內進行答題 答對即得分必須答 答錯換對方猜題 各位加油囉 第一題 人物題 給你們一個提示 是 好 這個人呢 他非常的 中厚老師 中厚老師 好 人物題第一題 我們來看第一個線索是什麼 金曲獎 兩隊 請搶答 同隊請做答 個性老師的歌手 我第一個想到的是 是中平哥 我也是 他是中平哥 看哪個金曲獎 他的第一個印象就是給人家 錯 中厚老師 所以是中平哥 他是打著中厚老師的 心好男人 好男人 小丈夫 中平哥 對 不對 不對 袁浩隊請做答 是誰 我覺得是許浩平 許浩平 誰啊 你們都不知道嗎 許浩平他有拿過金曲獎 還有金鐘獎 而且他一臉就是中厚老師的臉 我們還真小看了他 對 而且他就是 沒有 他高很多 我覺得應該是他 浩平哥 對 不對 誰 怎麼不是 緊接著 我們來看第二個線索是什麼 這什麼 客家人 薑絲 薑絲大產量隊請搶答 是 新兵隊請做答 是客家菜嗎 羅斯風 羅斯風嗎 羅斯風 還是小鐘哥 小鐘哥哪裡中厚老師 小鐘哥是很節節小氣 對 他不是中厚老師 羅斯風嗎 羅斯風嗎 也有可能 大牛哥 大牛哥 為什麼 因為我記得他有拿過金曲獎 然後他又是客家人 他好像是客家人 他的樣子 他感覺就是非常中厚老師 而且他感覺就很愛吃薑絲大腸 喂 喂 喂 大牛哥對不對 金曲獎加薑絲大腸 等於羅斯風 哪有可能 童童隊能否拔得頭籌 羅斯風嗎 還是小鐘哥 小鐘哥哪裡中厚老師 小鐘哥是很節節小氣 對 他不是中厚老師 羅斯風嗎 羅斯風嗎 有可能 大牛哥 為什麼 因為我記得他有拿過金曲獎 然後他又是客家人 他的樣子 他感覺就是非常中厚老師 而且他感覺就很愛吃薑絲大腸 喂 亂扯 喂 大牛哥對不對 喂 好厲害 真的假的 他 怎麼可以 評審 裁判我有問題 第三個線索是什麼意思 第三個線索是林淑蓉 林淑蓉 對 羅斯風因為當年跟林淑蓉 合唱 無言的結局 開始打開他唱歌的路 然後呢 金曲獎 台語演唱人呢 就是我們的羅斯風大哥 然後還有大家記不記得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在拍新兵的時候 是 然後我們兩個有一場約會的戲 在台中 對 有一間客家餐廳 對 有 相親啊 對不對 對 真的假的 對 好 緊接著我們進入 抑制聯想題的第二題物品題 給你們一個提示 我們對這個東西 是又愛又恨 又愛又恨 又愛又恨 物品 我們來看第一個線索是什麼 狗狗 狗 狗狗 兩隊請上答 兩 兩隊請作答 衛生紙 衛生紙為什麼 可是你會恨衛生紙嗎 衛生紙有時候 上廁所的時候 沒有衛生紙 沒有衛生紙 這滿恨的 這滿恨的 對 或是那個洗衣服洗久了 那個 而且這個狗狗讓我想到 黃心獵犬他有拍過那個衛生紙廣告 沒錯 衛生紙 衛生紙 對不對 換我們 新兵隊請作答 我們有個共同的答案 有 就是黃金 黃金 黃金 黃金讓人又愛又恨 因為黃金的另外一個 那個代名字就是 臭臭的狗狗 狗狗的狗狗 狗狗的狗狗 你們現在是在講說現在 在漲價的黃金 對 其實我個人有經驗 因為我其實在 1700的時候 我有買了一些黃金 結果現在掉到了1500 所以我非常地恨 最新掉了對不對 對 黃金的黃金又掉了 你今天講完 你1700買的嘛 掉到1500我不會不要太恨 我今天去買更多 你才恨 喂 不可以這樣子 比你買的還便宜 對啊 所以黃金 對不對 不是 錯 馬上來看第二個線索是什麼 警車 警車 兩隊請搶答 要愛要愛 新兵隊請作答 行李箱 怎麼樣 好啦 就猜行李箱 好 行李箱 為什麼行李箱 因為警犬會搜 那個就是讓狗狗去聞 水果 有些不能帶入境的水果 或是什麼的 違法的物品 對 所以你們猜有可能是行李箱 師弟 行李箱對不對 不錯 友好隊請作答 好難喔 我們猜 發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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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去逛街 看到有一個很沒有公德心的人 他帶著狗狗 然後在那邊大便 他也不撿 就警察來開醫他罰單 我就覺得很開心 對不對 然後但是警車 我們超速 自己被開罰單 自己會覺得很 就不開心 就不開心了 所以你猜的是罰單 對不對 也不會 錯 其實很簡單 不會 很簡單 非常簡單 答案我想就快要出來了 好不好 好 好 我們來看第三個線索是什麼 這是 李立群大哥 友好隊請作答 酒 酒 你從李立群大哥翻出來之後 你說酒 為什麼 不能為你家的狗喝酒 什麼東西啊 誰會為自己家人喝酒 真的有人會這樣啊 有 真的 真的有 然後酒後不能遇到警察 也不能開車 不能酒後駕車 酒後也不能遛狗 有時候讓人家又愛又恨 好 酒對不對 新兵隊請作答 相機 相機 我猜照相機 為什麼 第一個狗 狗仔 漂亮 有 第二個 測速照相機 照到就好了 第三個 他抓得住我 對 對 對 好 照相機 對不對 漂亮 裡面出來 倒也差 是的 我們正確的解答就是 緊接著一直聯想題的第三題 也是物品題 我要告訴你們 好運 他的提示 他的提示是可以帶來好運 好運 我們來看第一個線索是什麼 什麼 什麼 恭賀欣喜 除夕 除夕 來 請搶答 紅包嗎 紅包 過年的時候都要紅包 對啊 要領紅包 說到紅包之後 代表今年的一切會順順利利 對 不管錢多少 紅包 什麼 做情編隊請作答 火鍋 火鍋 火鍋為什麼會帶來好運 除夕過年都要吃火鍋 火鍋吃完然後就領壓稅錢 會圓滿了是不是 他應該是家裡面最快拿到紅包錢的 其實我現在沒有 因為他吃得比較快 喂 好啦 紅包 對 火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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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沒有 錯 我們來看第二個線索是什麼 聽到 竹子 這是石面埋伏耶 竹子 兩隊請搶答 竹子 是不是鞭炮喔 連鎮隊請作答 豹竹 可以 豹竹 鞭炮 對 炮竹 沒錯 炮竹對不對 什麼 什麼 新兵隊請作答 不是炮竹 竹子 我們以為你們會對耶 對 我們以為他對了 籤筒 籤筒都是用竹子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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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妙禮的籤筒 妙禮球籤的那個 用竹子做的 籤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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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籤筒對不對 徹底 來 緊接著我們來看第三個線索是什麼 哈利波特 哪有關係啊 兩隊請搶答 嚴重隊請作答 檢察官 掃把好了好不好 掃把 掃把過年來把一些壞運掃掉 掃掉 有可能喔 因為哈利波特的巫婆什麼 他們也 他有騎掃把比賽 掃把 掃把 所以我們猜掃把 有騎啦 掃把 掃把對不對 對 是的 我們的正確解答呢 就是我們的掃把 除夕的時候一定要大掃除嘛 對不對 對 然後哈利波特就剛剛講的 真的 你們會覺得他很跳動 其實他沒有 對 如果你有看過這個電影 他就在電影的前面 都有斷向 沒錯 沒錯 是不是 在這一回合 新民隊得到的分數是10分 連政隊得到的是5分 恭喜新民隊正式領先 緊接著我們進入第二回合 勝負的第二回合即將開戰 請兩隊議員暗鈴搶答來猜題 答對即得5分並可續答 答錯換對方猜題 答錯換對方猜題 準備好了嗎 來吧 超級點頭第二回合生活題 太棒了 生活題第一題 網友票選 女生最受不了男生 開車的時候 五件事群 是哪五件 好 來 兩隊千強答 天啊 天啊 連政隊請做答 罵髒話 真的 真的 有時候真的很 很討厭 就覺得那個車品很不好 妳有 坐在車上有常聽到 我聽我朋友說的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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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朋友 整個完全挖洞給自己跳 這個洞好深啊 一直罵髒話 對 罵髒話 抱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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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罵髒話 有沒有 有 連政隊請繼續做答 來 亂丟垃圾 你跟我想的一樣 亂丟垃圾 有沒有 沒有 狂按喇叭 一直按喇叭 一直按喇叭 真的很討厭 會讓周圍的人覺得很急躁 對 造成造影 造成情緒上不良的反應 沒錯 不是 不行 按喇叭 一直按喇叭 有沒有 有 有 對 CB隊請繼續做答 為什麼 你剛剛說那個是什麼 開快車 那個抽菸 抽菸 現場的女性朋友 想請問一下 男生可能有的時候 真的他們是有抽菸的 對 比如說你們不喜歡 男生在車內抽菸嗎 不喜歡 不喜歡 很臭 而且連衣服跟頭髮 都會有一點味道 對啊 空間真的太密閉了 太小了 人家抽二手真的 我個人是這樣子的 我的車上線不能抽菸 我個人是這樣子 你也是 我怕影響車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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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 在車上抽菸 在車上抽菸有沒有 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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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記住答 音響開很大聲的人 現場就有一個 誰 誰 他 真的嗎 他 他啦 各位 我車子 就是自己的車子裡面 聲音開得比較大聲 對 但是第一 我的音響好 第二 我絕對不會讓隔壁的車 聽到我的聲音 好不好 這是真的 他不會把窗戶拉下來 我也絕對不會把窗戶搖下來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我不喜歡灰塵 進到我的車裡面 會影響車架 所以上次我坐在你車裡面 你音響開那麼大聲 是因為 通通上次我都會把它關小聲 因為我跟他聊天 而且上次我會開特別大聲 因為我不想跟他聊天 好 把車子音響開得很大聲 對 車子音響開得很大聲 有沒有 是不是對 請繼續做答 好強喔 那個一直踩煞車呢 那個很噁心 那個很暈耶 會身體不舒服 真的 所以他停車的時候 他踩煞車特別大力 這太猛 技術不好 開車的技術不好 常常停下來的時候 那個使人不舒服有沒有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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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陣隊請作答 可是我有遇過一個 我覺得有可能是戴墨鏡 戴墨鏡 沒有 我要說的故事 真的很討厭 那有的男生就自己耍帥 就明明就是晚上還硬戴墨鏡 還說 妮可白口中的墨鏡男 爆笑是機靈 覺得有可能是戴墨鏡 戴墨鏡 沒有 我要說的故事 真的很討厭 那有的男生就自己耍帥 就明明就是晚上還硬戴墨鏡 還說今天夜晚很漂亮 晚上還戴墨鏡 誰啊 晚上要戴墨鏡 就是我的朋友就是 蛤 你晚上就戴墨鏡 他啊 你很變態耶 巨星不都是這樣子 我跟你講 好舒服啊 艾成他晚上戴墨鏡就算了 他還戴著墨鏡自己在休息室 幹嘛啊 幹嘛啊 你在做什麼 你怕人家戴墨鏡 你是那個什麼西洋十大巨星 是不是 而且他還戴著墨鏡這樣 戴墨鏡 戴墨鏡 OK 女生嘛 我們是男生 戴墨鏡 我覺得你會不會很討厭 像一種車就是改裝的 聲音很大 這個還蠻不舒服 你看一開過去大家就 對耶 一開過去大家就這樣子 過了五分鐘喔 祕密是那種 明明那個聲音可能 你要看我完成的表演 好 然後開過去聲音很大聲 過了五分鐘 他怎麼還在那 就是那個聲音的感覺 好像 但是 這個聲音很大 可是只有六十 你會不會很討厭這種車嗎 會 我會覺得很丟臉 很丟臉對不對 對啊 聲音很大聲 很大聲的聲音 有改裝的車子聲音很大聲 有沒有 沒有 感光排氣管 以上這五個就是女生 大家不喜歡男孩子在車上面 最不喜歡你開車的時候 做的事情 好不好 但以上如果我們有這個習慣 我們就要把它改掉 從今天開始我開車 我把音響拆掉 我真的不裝音響了 說得到做得到喔 送給我 我要 選我 好 我們馬上進入下一題 緊接著 生活題的第二題 最容易在洗衣服的時候 跟衣服一起洗 繳在一起的東西 前五名有哪些 兩隊請搶答 新民隊請搶答 衛生紙 真的 尤其如果我們那件衣服 是要上舞台買得很貴一件 沒錯 放著這樣整個那個 等一下 很貴衣服為什麼不送洗咧 有時候就懶了 節省 節省 就節省了 衛生紙有沒有 第一年 對啊 新民隊請繼續做答 零錢囉 錢 不是零錢 鈔票 錢 有沒有 鈔票 有 新民隊請繼續做答 錢就發票了 發票 跟錢一樣 發票 真的 其實錢跟發票是對比的 就一樣的 有錢就會有發票 相輔相承的 而且其實你會發現 媽媽現在也會吹 吹發票 因為 你這樣說 現在一千萬 一千萬 真的 發票 有沒有 漂亮 為什麼 發票 真的 順便在這邊提一件事情 就是這個 愛心的基金會有統計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的發票的金額提高了以後 最近捐發票的人變少了 變少了 在這邊這個 如果您真的用不太到 常常又忘記放在褲子裡去洗的話 反而把它捐出去 會是更好的選擇 是 好 新民隊請繼續做答 手機 手機 手機掉下去 我以為如果 手機 因為現在手機越重越薄 越來越小 你根本有時候沒有感覺 你知道嗎 手機 手機有沒有 手機 太好了 廉政隊請做答 鑰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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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完門就放在口袋 你忘記拿出來 不用說像我去騎摩托車的時候 摩托車的時候 可能沒有鑰匙圈 都是一支而已 所以有時候可能回來就 單單就放在褲子裡面 放在口袋 直接鑰匙就在裡面 可是鑰匙也不太會壞 但是很容易進去 鑰匙有沒有 有了 廉政隊請繼續做答 還有一個是 打火機 男生 很多男生有抽菸的習慣 然後打火機就丟進去 對 那個很容易 因為它也小小的 打火機 打火機有沒有 怎麼沒有 心明隊請做答 皮帶忘了拆下來 就直接丟洗衣服 對 但是那個傑西這樣腳很大聲 皮帶 他說皮帶 皮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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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 好聰明 好厲害 好 緊接著來我們來到 生活題的第三題 網路票寫 男女朋友在一起 一定要做的事情 前五名 好尷尬的問題 這個很難耶 對不起 請搶答 打電話 每天你要一通電話 通電話 你有嗎 有啊 我每天幾乎都 就是以前的男朋友 怎樣 我在這邊 我現在 你轉得有點硬喔 那打電話可以嗎 可以啊 打電話可以啦 你有打啊 打給誰 就打電話給男朋友啊 如果我有交往 我會打給他啊 對 會啦 可是我幾乎 我以前 以前跟男生在一起的時候 我都會打一通電話 然後我就會問他說 這是一般小 可是我覺得我太想 妳會不會 OK的 OK 不是吃葡萄啊 喂 吃水果嗎 每天一定要必講的話就說 請問你今天有想我嗎 什麼 這很好 很正常啊 這是女生都會問的啊 是後面你愛我嗎 對 而且你有沒有發現 常常這樣問對方問男生 男生有天也會問你 問什麼 你有想我嗎 因為他也想要被愛啊 因為常常聽你講就會 自己也會主動說 那你有想我嗎 會不會 他怎麼都無言啊 你才想承認又不太敢承認 有沒有 每天一定要打電話 有沒有 每天有電話 憲針隊請繼續做答 對 自拍 而且還要問對方說 你今天有沒有打開皮包 看我的照片 有沒有看很久 你們不會這樣嗎 你們都不會 這是你這樣做 因為沒氣面嘛 妳可怕 妳好老派 真的 現在誰害怕 我們現在都是用iPhone啊 結果他手機的封面 放什麼就好 不是 33版的照片嗎 沒有 因為我跟阿龐都是 屬於都是使用 都是比較舊式的手機 我們又沒有iPhone 對不對阿龐 他有iPhone啊 我們兩個沒有 我們兩個都沒有iPhone啊 皮夾放照片 那是媽媽在照片 沒有阿龐的皮夾都放一些 那個什麼 平安符啊 土地公廟的照啊 然後媽祖的照啊 什麼 好啦 所以說 照片 一定要拍照片 有沒有 有 要見父母 不是 你怎麼這麼老派 不是 你都是以結婚為前提 在交往就對了 你竟然講得我們壓力好大 接吻 親密的舉動 表示好感 對 用親密的舉動表示好感 有沒有 沒有 親密隊請坐他 他們剛剛有講到 我覺得是一起去旅遊 兩人在一起出去玩 其實那真的很浪漫 一起外出旅遊有沒有 有的 出去交遊 請舉動的 親密隊 接下班 接上下班 接上下班 那個真的是很溫馨耶 對啊 如果他來接我上班 然後他就走 然後下班問我幾點 然後載我回家 那你現在就受不了貼心 很重耶 而且我覺得不管是男生 女生 都一樣 都會覺得很貼心 真的 真的 溫馨接送 溫馨接送 有沒有 好 有 親密隊請去坐他 會不會是看電影 一定會就是 看電影 對 看電影有沒有 有沒有 連倫隊請坐他 聊天 聊天 一起聊天 一起看電視 一起看電視有可能 看電視啊 對不對 他們一一在訴說 他們現在的狀況 不是 你不要亂接啊 不要聊天啦 我覺得溝通很重要 還是他有思想 溝通聊天 我有一個朋友 他會 許願 許願 那個朋友就是我 我才會講 你許願為什麼許願 我在想 我覺得男女朋友在一起的時候 一定要聖誕節的時候 去聖誕書下許願 然後說我們明年還要再繼續在一起 結果許完樂之後 我兩個月之後就跟他分手 所以我覺得 所以是許願 但是又不太可能 算了啦 我覺得我講這個滿重要的 其實他這裡最重要是溝通 溝通 多了解彼此 聊天 對 聊天 辯論也好 吵架也好 都是溝通 溝通有沒有 有 有耶 是的 好 在這一回合 新兵隊得到的是 好厲害 好厲害 連陣隊得到的是30分 也不錯 兩隊兩回合加起來的總成績 新兵隊得到的是 好漂亮耶 漂亮耶 35分 今天的超級點通恭喜 我們的新兵隊獲勝 YES 新兵隊 來 知道今天這個題目 做得很好了 讓我們發現說其實兩性之間 最重要的還是在溝通 是 所以要多多跟我們心愛的人溝通 多跟我們的長輩 父母兄弟多多溝通 沒錯 是的 所以心裡有什麼話呢 記得大聲地說出來 來 今天這次晚上七點半 一定要鎖定我們好看的 新兵進行學